在美国麦当劳爆发了食安问题 美国连锁速食龙头麦当劳 是爆发了大肠杆菌的疫情 而且造成了一个人死亡 而这个影响可能会持续扩大当中 很多麦当劳分店都已经停售了 可能有问题的四盎司牛肉宝这个商品 生意是大受影响 100% it will affect me coming to McDonald's in the future 不过其实这次的疫情是从9月底就开始传出了 美国至少10个州有49名的客人吃了4盎司牛肉宝 之后就陆续出现症状 而这个案例主要集中在内布拉斯加和克罗拉多州 所有的病患都是感染了相同的大肠杆菌菌株 目前研判可能是汉堡里头的洋葱丝出了问题 消息传出之后 美国麦当劳的股价是连续两天大跌 至于台湾的消费者要不要来担心呢 业者又澄清说 台湾麦当劳的汉堡里头的洋葱丝还有肉排 来源是跟美国不同的 所以民众可以安心的来食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 好 感谢观看